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发布今下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今日最高温达40度 深层多挫并举保障各行业户外劳动者 上海7月二手房网签总量超2万套 同比大增近45% 购房者贷款意愿提升 临港天空之境火遍网络 大批游客通宵等后 导致周边道路拥堵 夜行约见城市逆境的破天流量能否接住 浦东警方破获黄金掺甲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自制掺甲金是卖给回收店 三人被刑拘 开启资讯大门盘点全天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新闻夜线 我是桑西 各位好 我是林沐英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夜线资讯之旅 首先来看市政教委 金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 今天举行扩大会议 市委书记 金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 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扛起越办越好的政治责任 高质量完成半展半会任务 精以求精做好城市服务保障 持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 全力以赴 确保第七届进博会圆满成功精彩举办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 市长 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组长 龚正主持会议 打开夜线封面来关注巴黎奥运会 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举行的 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杨嘉玉夺得了冠军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斩获了本季奥运会的第十一金 同时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本季奥运会上的田径首金 从名枪开始 杨嘉玉就率先冲出了第一集团 13公里时 他将优势扩大到了44秒 最后时刻 西班牙名将佩雷斯持续缩小差距 但是杨嘉玉还是将领先优势 保持到了终点 就此杨嘉玉在这个项目上 实现了集奥运会冠军 施锦赛冠军 和世界纪录于一身的大满贯 这也是中国田径队 在这个项目上 收获的第四枚奥运会金牌 中国射击队今天也继续发力 在射击男子步枪三资决赛中 中国选手刘宇坤夺得冠军 前两个姿势 贵姿和卧姿刘宇坤并不占优 两轮结束落后第一名0.6环 而最后一轮战资刘宇坤 顶住压力奋起直追 最后关头牢牢把握领先优势 最终以总成绩463.6环夺冠 这是中国射击队 在本级奥运会上射落的第三金 也实现了男子步枪三资项目 在奥运会上的两连贯 那在数日的沉闷之后 中国勇军在今天也是有所突破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 19岁的潘展乐 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并且夺冠 这是中国游泳史上首枚男子 100米自由泳的奥运金牌 也是本期奥运会游泳赛场上的 首个世界纪录 决赛中 中国少年潘展乐 从入水后便一路领先 最后50米 潘展乐越游越快 当触地的那一刻 潘展乐的成绩定格在了 惊人的46秒40 他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大幅提升了0.4秒 也是决赛中 唯一游近47秒的选手 批波展浪 剑真金 中国勇士用实力 回击傲慢与偏见 奥运会前几个月来 中国游泳队 因食品污染事件 被外媒持续攻击诋毁 中国游泳队抵达法国后 在短短两周内 接受了超过外国选手 全年的检查 当潘展乐触笔终点 打破纪录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质疑 委屈和不甘都化为乌有 我想就是前面猛冲 后面硬顶要顶回来 但今天真的是 最后15米俱赢 但发现他们比我拉太多了 已经没办法追上来了 憋着一口气吧 真是竞技体育拿成绩说话 我用自己 这一刻的表现 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 我们中国人 一样可以拿奥运冠军 潘展乐获得的这款金牌 是中国游泳队在本届奥运会的 首枚金牌 也是中国游泳史上 首枚男子100米自由泳奥运金牌 颁奖台合影时 亚军澳大利亚选手查尔莫斯 左手拍了一下潘展乐的肩 主动伸出右手 致意祝贺 潘展乐大度地与对方握手 实力有着最终的发言权 潘展乐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昨天 郑亲文再次敖战三个多小时 击败了前世界第一德国选手科贝尔 闯入奥运会四强 追平了李娜的奥运最佳成绩 北京时间今晚举行的 网球女单半决赛中 郑亲文迎战现世界排名第一的 波兰名将斯瓦泰克 并且以2比0击败对手 闯入了决赛 创造了中国网球单打的奥运会 最好成绩 今天的比赛中 斯瓦泰克进入状态较慢 开场失误频频 郑亲文很快以6比2拿下首盘 第二盘 斯瓦泰克一改第一盘颓势 接连拿下四局 但郑亲文并没有被击溃 在0比4落后的情况下 连锥四局将局分扳平 此后 斯瓦泰克状态再次出现反复 郑亲文抓住机会 在第11局破发成功 来到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最终 郑亲文把握住机会 以2比0拿下对手 至此 郑亲文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历史上第一位闯入 奥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的选手 打破了2008年 北京奥运会 李娜女单四强的记录 创造了中国网球 单打的奥运会最好成绩 而今天郑亲文的对手 23岁的斯瓦泰克 不仅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而且还是红土高手 他已经拥有四座法国网球 公开赛的冠军奖杯 本赛季以来 他在红土赛场上的战绩为 23场连胜 在今天比赛之前 郑亲文与斯瓦泰克 有过六次交手 六战皆赴 在接下来的金牌战中 郑亲文将和斯瓦泰克选手 施米德洛瓦 与克罗迪亚选手 维基奇之间的胜者 争夺冠军 经过前两轮的单打的比赛 每个轮都是三个多小时 全是过山车一样 全是由落后到后来居上 全是在逆袭 这本身在他的技术 心理的磨练和成长是巨大的 随着他的心理 随着他的意志品质 随着他的心态的调整 成熟和进步 他逐渐逐渐强大了 另外网球混双的半决赛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中国组合王心瑜张之珍 迎战荷兰组合 舒尔斯·库尔霍夫 此前中国组合淘汰了二号种子 打击了混双的四强 这是中国网球 在混双项目上 首次闯入了奥运会的四强 值得一提的是 王心瑜张之珍 是不折不扣的临时组合 按照此前的报名 张之珍和郑清文 作为中国队男女排名最高的 选手搭档出战混双 但是由于奥运赛程积压 以及第二轮郑清文 在36摄氏度的高温下 熬战超过三小时 已经体力耗尽 所以中国组合差点退赛 但代表团发现 随后替补出战的国外选手 综合排名在160位左右 这意味着目前ATP排名 第41位的张之珍 即使搭档任何一位中国女子球员 都能够重新披挂上场 于是曾经在法网 拿到过女双冠军的王心瑜 就凌威受命和张之珍搭档 对 我下午本来是在看机票 差一点就订了 然后想说因为有一点贵 然后想说等一会儿再看一看 本来不是我跟我们俩打嘛 然后我是在五点的时候 我们教练打电话问我说 你人在哪 你有拍子吗 然后他说可能要你打混双 然后我说那好 那我刚好都有 就这样 王心瑜穿着一双硬地鞋 与张之珍登上了混双赛场 而两人在此之前 从未在任何混双正式比赛中合作过 唯一一次合作 仅是一场表演赛 经过比赛中的短暂磨合 首轮 王心瑜 张之珍 以大比分2比1 击败对手巴西组合 塞伯特 维尔德 斯特凡尼 晋级八强 而在昨晚进行的混双 四分之一决赛中 王心瑜 张之珍 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 2比1逆转击败2号种子 澳大利亚组合 佩雷斯 伊布登 成功晋级混双四强 创造了这个项目 中国队的奥运会最好成绩 我们好的是在第三盘 这个强势里边 我们上来抓得非常紧 能把那个分叉拉大之后 哪怕我们后面在发球村上 有些失误但也都没问题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容错率去做 然后我们随着比赛进行 我们也非常就是 听到观众的加油 我们这些事情 都是会慢慢提升的 所以说我就 顺着这股筋就把它带走 那不止在网球赛场 本届奥运会上 中国体育代表团 更在一些小众项目上 创造了历史 就比如我们昨天报道的 中国选手邓雅文 是夺得了自由式小轮车 女子公园赛的金牌 那么创造历史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听本台特约体育评论员 刘亚东的分析 能够取得成功 需要付出的很多的 不仅仅是中国运动员 首先我想应该把小众和大众 这样的一个定义先去掉 从2008年开始 我们全民健身日的设立 其实是有深远意义的 到现在已经是全民健身周 体育宣传周了 那么再以咱们上海为例 我们已经是从全民健身的普及 逐渐向健身的正规化 专业化来发展 那么这样的发展所促成的 正是人们所参与项目的多元化 并且俱乐部化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以目前的经济体育内部来讲 我们有大量的基础项目的 基础性的人才 完全能够很好的实现 跨项发展和协同发展 我们的跑酷的世界大赛冠军 就是原来咱们中国体操队的名将 当然了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就是现在其实应该注意什么 我觉得注意的是 咱们现在教练人才和体育产业相关人才的缺失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 这也是可能会限制项目更快 更好发展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需要各方咱们提前布局 当然了 这个就不仅仅是体育层面 一方面能够解决的 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了 我们再来关心天气 刚刚过去的七月 我国平均气温是达到了23.21度 成为了1961年以来最热的七月 而刚刚进入八月 上海就热出了新高度 早上八点上海中心气象台 就挂出了高温橙色预警 午后更新为红色 这是上海惊吓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也是时隔两年徐家会站 再一次冲上了40度 而气象专家表示 本轮高温才刚刚开启 烈日炎炎 午后的无江路上 偶有行人撑着惨 从树荫下走过 大地在阳光炙烤下 升腾起热浪 不到五分钟 洒在地上的冰块就已融化 其实上午8到11点 全国最高气温榜上 上海就冲到了第一 徐家会闽航浦东气象站轮流霸榜 下午2点左右 徐家会站突破40度 体感温度更是突破45度 2点08分 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发布 这是上海中心气象台 时隔两年再次发布高温红警 也是徐家会站152年以来 第22个40度以上的日子 至此 今下上海的高温天数已经达到22天 超越了长年的20天 首富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场 未来10天生产仍将持续高温天气 长期处于一个非常强盛 而且非常稳定的状态 包括台风也是生成比较少 所以像这种午后的雷震雨天气 也是难以形成 现在从后面高温的蔓延情况来看 我们很有可能会要冲击 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前十了 高温天为保障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 不少工地自7月份以来便调整作息时间 以避开高温时段 如果出现黄色橙色预警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坐两头休中间 中午11点到下午15点 原则上是不安排户外作业的 如果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红色预警 我们是不安排室内外作业的 早上8点高温橙色预警发布 施工人员对工作进行简单收尾 不到9点半 全体施工人员就已返回生活区域休息 下午2点刚过 高温预警更新为红色 全市5015个在建施工现场 按照相关要求全部停止户外作业施工 施工方还为一线建设者们准备了包含风油精 花露水 护香蒸汽液等防暑用品在内的大礼包 连日高温 相关部门也加大了抽查巡查频次 加强保障 在这个散热是不是配备了鼓风机 在现场是不是配备了这个降温的 这个相关的雾炮机的等设备 确保我们建筑工人在现场做的安心 做的放心 热浪制考下 各区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 为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 不同的水箱 喝哪个 喝哪个 今天 杨浦区平凉路街道 这个职工驿站门口还增设了一个冰箱 免费提供冷饮 短短一小时 冰箱内的冷饮已经捕获好几次 整个8月 全市16个区的50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 将送出6万瓶清凉饮料 其中10家站点设置了爱心冰柜 上海电视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 广告之后 新闻继续 进入一线关注 7月份上海二手房成交数据今天出炉 包括住宅商住在内的二手房网签总量达到了20,380套 比去年同期大增近45% 呈现淡季不淡的特点 记者走访银行和中介后发现 新户9条的政策效力持续释放 不仅刚需手套的需求仍在增长购房者加杠杆的意愿也明显上升 月底冲业绩 月初开门红 这几天浦东房产交易中心人来人往 楼上房产中介的签约中心签合同半贷款 同样忙忙碌碌 三组交易 其中两组都是刚需手套 限购放宽 利率下调是新政带来的天时地利 当然还有年轻人自己的人和 以这家中介为例 浦东地区7月份接待的客户中 一半都是和小颜一样的刚需手套 在叠加首次改善客户的入室 这个7月 上海二手房总网千量超过了2万套 创下22年以来同期新高 7月的传统淡季呈现出淡季不淡的特征 这个也是得益于我们的整体的玩期的政策 它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 7月份依旧是两三百万的低总价的刚需产品 交易量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 新户9条发布后 6期两个月 上海二手房成交量均攀升至2万套以上 活跃度显著提升 中介预计 从目前代看和意向来看 8月份刚需成交潜力还将持续释放 而在购房群体加快入室的同时 一个更为积极的信号也出现了 眼下刚需和改善型客户的贷款意愿均明显提升 赵先生夫妇在新整后卖掉了老房子 置换的1000万新房 贷款30% 比最初预算提高了不少 扫码认证授权 银行后台直接从一网通伴调取客户信息 几分钟就完成了贷款申请 因为利率低嘛就相当于就是说经济的承受能力就大一点嘛 最大的就是说这也是在200万以上 现在呢可以再多在一些 提高到了 300万 总价是210万大概带到160几万 以邮储银行为例 新户九条后 六七两个月的户均贷款金额较政策前两月提升了10% 贷款总量同样大增 贷款总量和去年同期比的话有30%左右的提升 全市来看央行上海总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辖内住户中长期贷款同比大增超1350亿元 相比去年同期数据犯了9倍以上 记者马杰报道 年夜夏日一日三餐怎么解决 浦东三菱镇由老菜厂改进而来的 普商邻里会 新增了你买菜我帮烧的便民服务 花上几元到十几元不等的加工费 就能够把在菜场选购的新鲜蔬菜鱼肉 按照自家的口味要求加工好 菜场也把打烊的时间延长到了晚上八点半 方便大家避暑出息 一早88岁的独居老人黄阿婆来到家附近的永泰菜厂采购 她买了梅干菜和五花肉 让小菜代加工摊位烧一道梅干菜烧肉 代炒菜按荤素不同收取六元到十几元不等的加工费 葱姜蒜洋葱辣椒等配料以及调味料全都由菜场提供 最近每天都要代加工一百多份菜肴 每方便周边居民避暑出行 高温季买菜和代炒菜业务已经延迟到晚上八点半 永泰菜场由原来20年历史的老菜场改建后新开 不但新增了空调新风 安装了智慧菜场系统 还引进了居民需要的业态创新服务方式 故宝扰人也好 就是一些行动不变的一些人也好 我们对这些这部分人群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优惠的一个 接下来可能会更多的推出这方面 类似这方面辩民的这方面的服务 记者梁卫浩报道 事实上代炒菜业务并不是这家菜场新推出的特色服务的全部 在这家普商邻礼会消费者不仅可以在摊位上选购食材拿到餐饮档口上代加工 如果有需要呢还可以等餐品加工完直接在菜场的公共休闲区域配上米饭大块朵银 即在菜场现买现炒现吃提供用餐便利 去了解这些特色服务未来消费者还可以提前预定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市场还专门引进了深受食客喜爱的浦东特色风味 周朴羊肉和南汇黑鱼饭本月即将开业 好我们接下来转换话题继续关注下面的消息 近日有市民向我们反映鬼交三号线宝山路站的出入口 总有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违规载客 尤其早晚高峰时段等待载客的残疾车 在路边排起长队侵占了道路公共空间 阻碍人车通行 上午九点宝山路地铁站三号口前 多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排成一列停靠在路边 见到记者就有驾驶员主动吆喝了起来 在哪里的 我们要看哪方面 我们只上去起不价10块钱 等候载客的这些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有的按了侧门 有的以简易帘子遮挡车身两侧 后排座位也规格不一 记者注意到部分车子甚至没有挂上车牌 现场成群结队缆客的甚至还有几辆摩托车 索性堵到了地铁站口 尽管这些残疾人车摩托车都属非法营运 但生意却相当火爆 在记者蹲点的15分钟里 6辆残疾车已送完一轮客又返回了原地 而现场本就狭窄的道路很容易就堵上了 自知赛客行为违法违规 每逢交警到场 这些车主又一流烟转移任地 这个车子新的车子出来的时候 我们上排到的时候 所有的车子都是没有座位的 都是后面改商的 但是我们已经叫许多车子 拦下来以后我们让他们恢复原样 就是座位拆掉以后恢复原样 他们恢复以后回去以后又改回来了 地铁口的违规朗客为何屡禁不止 按照现行法规 残疾人车违规载人 可由公安机关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一方面违法成本远低于收益 而另一方面市场需求也的确存在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附近有乘坐需求的 主要是从地铁站到办公楼 最后一公里的通勤上班族 但交警部门提醒 此类车一旦发生事故 损害赔偿往往难以保障 市民乘客应避免乘坐 记者刘亦宁报道 被大家插播一条从奥运赛场传来的好消息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网球混双半决赛中 中国组合王兴渝张之珍 2比1战胜了荷兰组合闯入决赛 中国网球一天之内再一次创造了历史 我们回到上海 近日浦东警方在历经2024专项行动中破获了一起少见的 黄金参甲诈骗案 判却嫌疑人把密度与黄金接近的低价金属 用特殊的工艺掺入黄金冒充足金 对黄金回收店实施诈骗 涮案金额达到了12万余元 7月14号 川沙派出所街道辖区一家黄金回收店报案称 7月11号 有一名男子到店里出售了一枚金戒指 店家当场检查没发现异常 就向男子支付了13000多元 他们收下来以后 把这个戒指带回了总公司进行检测 检测下来 它里面的黄金成分只有在50%左右 当时他们是以540元每克的 千足金价格回收 所以他们损失了6000多元 7月19号 警方在山东将三名嫌疑人抓捕归案 当场查获还未出售的 参甲黄金戒指4枚 警察三人中的顾某曾从事工艺品制作 通过网络了解到黄金参甲的手法后 购买了原料以及火钳干锅等制甲工具 在家中自制参甲黄金戒指16枚 并于7月中旬来户作案 这个团伙在短短7天内 专门挑那种没有专业鉴别能力的黄金回收小店 实施了一共8起 那么总共涉案金额12万元人民币 目前三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拘 警方介绍 这类黄金参甲案近期在上海还是首次发现 由于参甲使用的稀有金属溶点和硬度都远高于黄金 可以通过切口面 软硬度等来鉴别 记者毛红人报道 进入夜前约见 位于临港的天空之境 因为在日出或者火烧云发生的时候 呈现出绝妙的光影氛围而火出了圈 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往打卡 但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 海地管理等问题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那么 这处风光迷人的天空之境 能否通过加强精细化管理和服务 成为临港一张亮丽的名片 同时也提升市民游客的打卡体验呢 我们先来看报道 然后展开约见 今天凌晨三点多 接着来到天空之境所在的低顶路沿岸 现在是8月1日早上3点53分 通往上海天空之境的这个道路 我们看到导航信息上显示 已经有了1.9公里的拥堵 放弃驱车后 记者步行走入低顶路 远远望去 车道两边停满了自家车 还有不少小吃摊生意红火 现场有管理人员在指挥交通 现在是清晨4点不到的样子 有一些这个执勤的保障车辆 我们看到也已经早早地来到了现场 这边也有一些交警进行车辆的这个引导 虽然此时天空未亮 但低岸路上已经挤满了等待看日出的市民游客 我们从穿沙骑过来的 对 那骑了多久 两个多小时 就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 抖音啊 抖音知道这个地方 是来看日出的吗 对的 今天高高考完大西 现场有市民告诉记者 7月28号因为气象预测 当天清晨会有火烧云 这里聚集了1万多人 当天凌晨3点多 不少车辆都堵在东港大道 直至清晨6点才陆续疏通离场 东港大道跟环湖北三路 这个地方已经停满车了 离那个海岸线 差不多还有一公里多的地方 就他们已经停好车了 低顶路基本上都是停满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 沿线的堤坝高约有2米 管理单位对部分小海口 进行了封闭管理 还用铁丝圈网 对下坡处进行了阻隔 不过为亲近大海 不少游客铤而走险 从铁丝网的破裂处翻越下海 记者看到一名女游客的裙子 甚至被几次勾破 好几名游客险些摔倒 上海对公众开放的海滩不在少数 为何大家对这里情有独钟呢 一些社交平台博主表示 天空之境景如其名 在日出或火烧云发生的时刻 受到光线折射 贪图就像镜子一样 呈现出绝妙的光影氛围 因为那里如果说没有风的时候 地面就是平准的 水面就会有天空的倒影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天空之境 所以很多人就去好几次的 不要还是因为不用花钱 那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雄敬 以及我们的记者李世敬 欢迎二位嘉宾走进演播室 先请世敬跟我们说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我看到这个新闻 第一个感觉就颇天的流量到了临港了 好像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会到这儿是吧 是的 其实今天早上我是大概四点不到的时候 我就来到了这个天空之境 我自觉的自己来的还特别早 但是没有想到我一圈这个询问下来 有一些游客甚至是通宵 就是在这边扎帐篷的 那么还有一些是外地驱车 特意过来慕名而来的 还有一些就是像我这个片中提到的 有四位这个我们的准大学生 是特意起了两公里从川沙 大概不止两公里 从川沙特别过来的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都是感觉这个地方最好能够开放的 但是为什么不开 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样的呼声特别多 然后此前其实鼠地也考虑过 是不是这个流量特别多 大家特别喜欢 能不能进行一个景点的开发 但是这里就要设计到一个名词 叫做功能性的一个沙滩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里可能涉及一些生态的这个保护等等 我们只能做进行一个观赏 而不能够下海去进行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打卡 那么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鼠地认为是故意进行一个开发的 就为什么不能下海 有解释吗 其实这里的这个潮汐 我们看似今天早上的海面非常的平静 但是它的潮汐是非常的汹涌的 涨潮呢也在一瞬之间 所以呢可能也是更多的考虑到 安全的这样一个因素 但是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人下去 刚才看到一个放烟花的镜头 这个应该走了好远了吧 对其实可以补充一个细节 早上我四点不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天还是黑的 但是我看到这个沙滩上面 已经有星星点点的这个亮灯了 这个灯其实就是我们的市民在手机 在那个手店在打卡 就说明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在这个沙滩里面 甚至有走得挺深的 其实和这个潮水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一方面是功能性 另外一方面是存在一定的危险 所以当地的管理部门一直没有把这个 当做一个旅游景点来进行开发 熊老师您觉得存在这个问题吗 功能性或者是危险 就彻底不能开发吗 这个是矛盾吗 对这个之间其实不矛盾的 我们知道海滩有时候 它功能也比较多 可能有一些还有通航功能 那生态保护功能 包括可能还要在这个海滩周边 做一些科学实验功能 但是其实这些功能 它在这个利用海滩的这个价值的时候 其实你只要可能设置一些隔离带 是一些观景台或者缓冲区的话 也能够让老百姓们把这样一个景色景观 作为一个观赏的功能 旅游的功能也可以发挥起来 其实这两者的功能之间 看上去有什么 其实采取一定的措施的话 我们精细化的管理的话 它两个功能之间都可以结合起来的 最关键的还是一个精细化的管理 对 因为在我们从我们城市治理来说 它核心的就是我们说的 要把这个安全性 持续性 或者我们的规范性 跟我们的这个便利程度 跟我们的这个发展 跟我们的这个包容性相结合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城市治理的 所谓的底层的逻辑 这个均衡只要把握得好 通过精细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 把握得好 那么其实我们的 包括刚才说的海滩的这个功能的共享 它就能够更好的实现 接着我们就来说这个精细化管理 因为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了一些问题 可能大家普遍反应比较多 一个是堵车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铁丝的围栏 我们先说铁丝围栏 这个围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围栏 这个围栏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低岸上面 其实我们的暗离 真正下到我们的滩图上面去 可能有两米的一个高低差 那么这个铁丝就是在下方 就是防止我们的一些游客翻越这个堤坝 我们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海面 所以是起到这个作用 但是我近距离的观察 它特别危险 因为它上面有一些这个金属的一些刺片 那么如果夏天我们很多 可能游客穿的比较清凉 会跟你的这个皮肤进行一些接触 所以很多有被割伤的情况 包括短片里我们看也有挂住裙子的 这种情况多吗 我今天看到在现场大概就有五六次 因为很多这个游客为了打卡出片好看 它会打扮得特别漂亮 有很多这个女性爱美的游客 就是穿这个裙子的 所以说翻越这一些这个铁丝网的时候 就特别的不方便 所以还有安全风险在里边 可能会割伤割破这种情况 熊老师您觉得像这种 如果真的需要进行一些隔离 当然是两个概念 如果是开放 那未来这一片可能会开放 如果不开放 我们隔离就真的有必要用 这样的铁丝网去进行隔离吗 有更好的方法吗 对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刚才说的 怎么在安全跟便利之间 实现一个平衡 其中有还有很多措施的 比如说现在 在一些市场上 也会用这个电子围栏的方式 在置地的手段当中 包括甚至用人工智能的 这个电子围栏的手段 它可以提前的这个报警 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脉冲的电 这个是对其实老百姓身体是安全的 但是它会做到一个提醒作用 甚至这个一些人工智能 可以这个评判你是小孩 还是老人 还是年轻人 它又接近这个电子围栏了 这样的话可以有针对性的 来做一些提醒 就是我们用电子的方式 用智能化的方法来做 对用智能化的方式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刚才说的 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 用智能化它比较精准 它也能够精细 而且它可以24小时 在那边做一个很好的监控 这个我们讨论的前提是不开放 还是不让大家到海滩去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未来 有没有办法让大家可以到海滩上去呢 虽然有一些危险 我们做一些措施 让大家可以去 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根据时间节点 可能有一些不说退潮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危险系数比较小的时候 咱们这个一些围栏 像电子围栏它就可以随时开放 电子围栏它就是一个比较友好的这样一个管理措施 它不像刚才说的铁丝网 一下你要去拆 你要去搬进去 它这个有些有难度 这时候属于这个退潮期风险系数比较小 那么我可以把缓冲区再往前推一推 这样老百姓就更能够又可以清水了 可以跟最好的这个观测的这个点位去观赏日出 观赏这个潮汐现象 那李世敬在现场看过觉得有可能去做开放吗 我觉得其实大家对这个海滩的渴望 我觉得感受到了是非常的强烈的 但是它这个海岸线我觉得它特别的长 然后它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海岸线 并且它的出入口又特别的多 大概8.6公里的话 我粗略了解到有七八个 所以它的管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所以如果在管理我们能够精细化 或者说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的话 如果可以符合相关政策 我觉得还是可以开放的 对因为有一些网友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概念 比如说你加一些栈道啊 或者说高于地面的一些回廊这样的方式 可能就可以更加亲近的海洋了 那这刚刚我们说的是其中讲到这个围栏的这一块 另外一个就是堵车 是大家反应比较多的 现场堵车堵到什么情况 今天是一个工作日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就是早上四点不到的时候 然后我往来是驱车过去的 但是我开不过去 所以我就自己走下来进去了 当时两边都已经停满了车 因为两边还有一些小摊小贩在售卖一些食品的 那所以这个对车流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已经开始堵起来了 到我们看到 我看到导航其实已经是呈现一个猪肝红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是几乎每天都这样吗 我问了一些周边的居民 包括这个相关反应的一些网红的博主 他们也说每天几乎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在一些比如说有火烧云 或者说周末的一些情况甚至还要更严重 那么最严重的一次就是 今年的这个就是这个月的28号 大概是拥堵了到三个小时左右这样一个情况 那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呢 当地的管理部门也正在调整相关的管理方案 也希望能够做好进一步的疏导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后续会采取一个疏堵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于这个进入到这个低顶路的车辆 采取一个管控措施 那么后续也会开放周边的一些道路 进行这个临时的停放 海底治安的秩序方面 我们也会加强一个日常的巡查 和一个重点点位的助手 在宣传引导方面 劝阻游客 确保这个关海不下海 我们后续也会加强市场环境 将有序的投入一些这个移动的商业点位 一些移动的商业车辆等等 那么方便我们这个群众 堵车车辆引导这块 熊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关于堵车的这个治理 确实也是我们一般城市治理当中 面临的一个难点 当然一方面我们就说 可能在高峰期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我说管理者进行这个现场的一些输导 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 刚才我们记者也说到 用一些大数据 提前让大家预知 今天可能是很堵 但是是吧 可能明天可能就有更多的其他的时候 通过这个数据测算 让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那第三个也可以采取一些短博接送的这个方式 提供把一些场地 闲散的场地开发成这个 集中停车的地方 然后我们配置一些短博 这样的话 不至于大家都拥堵到那个 所谓打卡点这个地方去 李时静到现场看过了 你观察了现场之后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方法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今天其实早上 我也问过我们相关的管理人 我们相关管理人很辛苦 凌晨三点的时候 就来这边人力进行一个指手了 那么也仅仅是对眼前的一些车流 进行一个疏导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还是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案 当时我就问了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车辆从A点出 那么从B点再走出去 这样的话 对 是会有一个循环 就不会重复了 那么这个方案早上是没有的 但是很快中午当这个协调会开完之后 我们相关的交警部门 就出了一个整体型的方案 包括临时的停车点位的安排 实际上有关部门也在做一些 相关的一些工作 市民有一些担忧 就是怕这么美的自然景观 会不会因为源源不断的人流 特殊的网红属性 最终被关闭了 那对此呢 相关部门表示 后续会对这处自然景观 提升精细化管理和服务 后续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来优化 市民来到临港海边看日出的服务 一是会在海堤上增加便民的餐饮配套 为游客提供饮料和小食 二是发放临港的旅游手绘地图 并配有相关的交通指引 对第一次来到临港的人来说 看完海还能去哪 看这张地图就一目了然 其实除了海边 我们滴水湖边也可以看日出和日落 也非常的出片 暑假以来 临港开启了夜游的模式 我们希望吸引游客提前一天 来住到临港 体验年轻的城 年轻人的城 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我们看到相关部门 也已经有一些具体的未来的方案了 实际上网友 也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有人网友说 要变赌为输 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开放 还有人说既然大家喜欢 那应该好好规划一下 好好设计一下 让它真正成为一个玩得开心的景点 熊老师我们也注意到 这波流量已经下来了 临港怎么接的问题 就是怎么把这波流量能够接好 我们讲流量是流动的流 怎么变成流量流住的流 对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到可以从两个方面 去把这个流量变成流住 去形成一个持续的流量 一个是就是把现在 临港很好的像这个网红打卡点 它的这个日出潮汐的 这个很好的景观 把它可能做一些短视频 或者做宣传片 或者在一些影视剧当中 去进行呈现 然后把这个点本身 让更多的人知晓 让大家这个可能 上海市外的长三角的 甚至全国的游客来观赏 那第二个就是说 既然人来了 我们说我们这个上海的 新城的开发 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人气 要有人流 那么他们居然来了 我们就把我们现在 临港已有的 比如说我们的低水湖 我们的天文台 我们的冰雪世界 这些其他的这个景点 把它形成一个旅游线路 跟这些已经来的游客 做一些推介 让他们就说 看完这个日出的网红打卡点 我还可以去低水湖再去看看 再去这个天文台再去看看 这样的话 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以后 这个流量它就持续不断的 会这个 让这个热度 不断的这个持续下去 现在更多的是一刻游 就看着一个日落 或者日出的时刻 变成一日游 这个可能就把流量的 不断给它接住了 李世青你刚才讲到 今天下午是开了相关协调会 对吧 是的 协调会大概都协调了 一些什么内容 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还是针对我们这个市民 和网友提出的一些这个意见 首先是交通这一块 那么我们的相关部门 也是对这个路线的一些输赌 做了一个宏观的一个安排 包括呢 对周边的一些临时停车场 就是我当中提到的 还有一块呢 当然是在管理上面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 这个两边的这个小摊小贩 那么也对这样一些小摊小贩呢 我们可能综合执法队 会去进行一个管理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会增加一些 比较合规的 比如说居民 这个市民希望有一点喝水啊 或者食物 这样一些合规的补给 那么还有呢 属地也进行了一个 既有资源的一个梳理 比如说附近的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酒店 它可能比较成就 但是它离景观位比较近 那么是不是做一个 整体性的一个提升 我们以点串面 那么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打卡 还是把这个服务做好了 才有可能把流量给它留得住 也谢谢二位嘉宾走这间播市 那颇天的流量来了 临港天空之境的爆火 让大家看到啊 上海不只有外滩 玉园这类人文景点 也不只有东方明珠 迪士尼这类娱乐体验 上海也有城市秘境 这样的自然景观 但能否真正的接住这波流量 还取决于我们是否主动听 快速改 用心做 继续深挖文旅资源 积极丰富文旅产业链的供给 不断升级文旅消费的场景 只有重粉才能从圈粉到流粉 文旅产业的竞争绝非短跑 只有那些能够不断地创新 从用户思维出发精心打造的文旅项目 才能在市场的大潮当中 稳稳地站住脚跟 赢得游客的真心和长远的成功 事实上呢 国内外众多旅游胜地 都已经告诉我们 安全生态和流量并非不可兼得 这波流量是否能够接住 临港就看你的了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广告之后 新闻继续 进入夜线角色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某某 被举报性骚扰 经查证属实之后 人大给予撤销任职资格 解除聘用关系的处分 最后网上又流传了一张 富有王某某署名的致欠函截图 而这个所谓的致欠函 经公安机关查证系伪造 这张伪造的致欠函 以中国人民大学原教授王某某的口气称 我因为严重违反党纪 校规和教师职业道德 被开除党籍 撤销任职资格 我完全接受组织上对我的处理处置 下一阶段 我还要依法接受有关机关的调查处理 这份致欠函在网上广为流传 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相关部门获悉 致欠函内容系他仍伪造 今天江苏省宿千市树阳县公安局 公布了相关调查细节 经查 网民张某微博举关注 将个人抖音账号 显称修改为贵员王 并将王某某照片设置为抖音头像 伪造王某某签名 冒充王某某发布虚假知信函 警方称相关话题阅读量高达数千万次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张某到案后对编造谣言 寻衅滋识供人不讳 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现在网络自媒体乱象丛生 尤其是出现社会热点事件的时候 打着当事人的旗号 冒名吸引流量 混淆是非扰乱公众的视听 如此行为是否触犯刑法 罪与非罪的边界在哪里 刑法专家介绍相关案件 适用于两高2013年颁布的 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刑事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 编造虚假信息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 那是要按照刑警知识罪来定罪处罚的 本案我想可能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 按照刑罚来加以处置 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可能还要看我们侦查以后的情况 来最终定罪量刑 总体来说 点击的人很多 造成社会议论上的混乱 网络应当视为是中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认定标准 冒鸣血 致欠含薄流量固然要付出代价 但是失德失范的高校教师也应当受到惩处 事实上 2021年起实施的民法典就明确规定 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调查处置等措施 防范性骚扰 教育部2018年印发的教师职业行为 实相准则也有明确规定 教师涉嫌违法犯罪的 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对于监管不利的学校也要追责 有网友质疑 被曝性侵性骚扰的高校教师 大多只是被开除 很少受到行政甚至刑事处罚 对此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观点 现在学校给他的 仅仅是一个行政处分 而不是我们所讲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追究一个人的责任应当严格依法 如果该教师行为 设置到刑法的强制性行为 我们不要担心 我们会追究责任的 而不是说对他们手下宽容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放宽放开参保的户籍限制 国务办今天举行例行吹风会 介绍了相关情况 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两个放宽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要亮点 即放开放宽参保户籍的限制 放宽职工医疗个人账户共济范围 其中放宽户籍限制方面 文健提出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 学龄家儿童在常住地参保工作 超大城市要取消对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 参加职工医保的户籍限制 我们可以让一地就业 一地务工 一地居住和上学的群众和孩子们 可以更好的就地参保 那么从而更好的就地就近就医购药 这个时候可以方便的进行医保保销 在放宽个人账户共济方面 去年互联网上有一些关于取消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谣传 相关部门已及时发布了辟谣声明 这次的指导意见不仅延续了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 还进一步优化了共济政策 放宽了共济范围 一方面我们共济的范围 扩大到了近亲属 那么再一个放宽 是我们共济地域进一步扩大 我们计划分两步走 第一步呢 就是今年零几之前呢 我们将这个共济 这个范围 扩大到省份内的跨统州地区使用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明年我们加快推进跨省的共济 此外指导意见还专门设定 居民医保飞机中征奖期 缴费和断奖人员的等待期 待遇等待期间不能享受医保报效 以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联储昨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变 同时表示美国经济正逐渐接近降息的适当时期 由于通胀下降速度不如预期 美联储自去年7月底以来 一直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5.25%至5.5%之间 是23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联储昨天发表声明称 美国通胀在过去一年有所缓解 但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因此决定按兵不动 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发布会上暗示 降息有可能在下个月到来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昨晚美联储在9月议席会议上 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接近9成 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13% 事件转向中东 我们继续来关注巴以冲突 以色列军方今天确认在上个月13号 针对加沙地带南部 哈游尼斯附近地区的军事行动中 炸死哈马斯军事部门的首领 穆罕默德·戴夫 另外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的悼念仪式 今天在伊朗德黑兰举行 哈马斯方面昨天披露了更多的相关细节 今天上午哈尼亚的悼念仪式在德黑兰大学举行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席仪式并主持悼念 大批伊朗民众以及军方和政府官员出席了哈尼亚的遗体告别仪式 活动结束后 哈尼亚的遗体将被运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安藏 伊朗政府还宣布昨天至二号全国哀悼三天 并谴责称 在伊朗境内暗杀伊朗邀请的外宾的行为 违反所有国际规则和人类基本原则 伊朗外交部则表示 就以色列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伊朗有权作出适当回应 昨天哈马斯高级别领导人哈亚表示 有目接者称 事发时一枚导弹击中了哈尼亚的房间 并发生爆炸 哈尼亚及其保镖遇难 现场门窗想必受损严重 目前还在等待伊朗方面对该事件的全面调查 他还表示 在流血和暗杀中谈论停火谈判没有意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发表电视讲话称 毁灭性打击伊朗代理人 这是哈尼亚遇刺身亡后 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发生 但他在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及哈尼亚遭袭死亡的情况 同一天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也拒绝对哈尼亚遇刺事件发表评论 而另一边 美国也撇清干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 美国不知道 且未参与哈尼亚遭暗杀身亡的事件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再见 再见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